Hello,上集就說到我們租了和服 今集就看看我們穿和服去了什麼地方 第一個景點就是福建杜河大社 今次我們坐JR西日本內涼線 在杜河站下車就是了 福建杜河大社是全國一共三萬多間杜河神社的總本工 進去見到第一座建築物就是柳門 柳門相當於福建杜河大社的正門 是重要的文化資產 由同一天下的風神受吉因為祈求母親希望他的病康復 遇完之後還原而起 兩邊的神像叫徐神是負責保衛杜河大社的 口含鎖匙就是代表五谷豐收 進去第二個建築物就是愛拜殿 有不同品牌供奉的產品 屋蟬下方又吊幼代表皇道十二公星座圖案的鐵燈籠 走進去就是正殿 祭典和祈禱都在這裡舉行 現在的正殿是在1944年重建的 在正殿的旁邊 信奉者為了讓日常生活受到杜河大神的神力守護 都會在這裡取得神符或者御守 神符是供奉在神鎮或者其他清潔處所之上 而御守就是無時無刻帶在身邊 因為在年尾都有不少人來還神 有些還帶著小狗來 在正殿旁邊的長樓梯就是通去千本鳥居 未去到千本鳥居 首先會去到祭場 就會看到這些很大的鳥居 為什麼鳥居多數是珠紅色的呢? 據說是因為珠紅色又驅魔辟邪的作用 過了祭場就是千本鳥居 千本的意思就是很多 這麼大量的鳥居都是來自全國的信徒所捐贈的 雖然看到有兩排鳥居 但其實都是通去同一個地方 在剛好時期起 信奉者為了表達祈求和感謝的心 就會在參拜的道路供奉鳥居 珠紅色的鳥居會因為木頭、腐蕾 或者顏色魔落等因素 而只有短短20年的壽命 所以隨時都會進行金換或者修補 大家畫面上看到的鳥居就是只有直徑15cm最小的鳥居 這裡是奧舍奉拜所的後面 奧舍奉拜所就是搖拜陣在於杜河山的杜河大臣的地方 這裡有一對重輕石 據說許願之後將石燈籠上面的石舉起 如果覺得比心目中輕的話 願望就會成真 如果覺得比心目中重的話 願望就成真不了了 有標示說這裡有攻擊性的猴子 所以看到大家就不要拍照了 由於我們都穿著和服 所以我們就沒有走上山頂了 如果走到累 可以去杜河茶寮飲杯飲飲 吃個雪糕 走回去門口就會見到 長者社、和田社、午社商店和糧工社 這些被稱為重要文化財產 最近鬼滅之刃真的很熱 去到哪裡都見到那個地方限定的鑰匙扣 在杜河神社走兩分鐘 就會見到很出名的餐廳 杜福 這裡用豆皮包著米飯的杜河壽司 很受歡迎 而且只是8.4N一件 大家要試一下 杜福旁邊的日夜加賣的青乳壽司 也是招牌產品 吃完東西我們就搭車去另一個景點 哇!這裡小橋流水洋柳依依 竟然有一間網紅餐廳 我們就去看看它有什麼那麼豐富吧 PASS THE BATON 京都紫原店 除了有東西吃 還有東西賣 猜不到12月尾 這裡還有少少紅葉看 這間店要帶出環保的訊息 除了古董和古爵之外 他們還會把其他商家認為是次貨的產品翻身而賣 當然他們還有記賣一些全新的貨品 二樓掛了很多燈籠 這裡就是打卡位 如果來到這裡 一定不可以錯過在這裡拍照 等了一會餐廳終於有位了 幸好我們被人安排了去坐窗口位 如果秋天這裡滿布紅葉 一定很漂亮 這間餐廳很特別 每一張桌子都是不同材質和不同形狀 說這麼久我們先叫食物 首先來的是京都魚字茶絲的陪茶 然後就是重頭戲 Rum酒燒香蕉朱古力刨冰 愛塵淋上了黑朱古力醬 裡面有黑朱古力曲奇 還有Rum酒燒過的香蕉 真是多從美國享受 吃完東西我們去逛逛商場買一下福袋 由於疫情的關係 高度屋在12月接受預訂 1月才可以去高度屋取貨 就可以分散人流不會太多人 在高度屋我們竟然發現一間叫淺水灣的餐廳 有北京填鴨還有梳化吃 這些哪裡是香港菜啊 幸好他還有點心吃 高度屋有一個賣迎春食品的會場 有很多新鮮的蔬果賣 這個菜有我兩個頭那麼大 這間兆滄山張的米餅超好吃 大家一定要買他的福袋 接著我們來到錦市場這條食街 全長400米 有130多間商店 並會京都的一大市場 他有賣主菜需要用的食材和小食 還有很多不同的餐飲 大部分的店鋪都會在5至6時關門 所以早點去就比較好 而星期三就會比較多店鋪不開 12月會因為準備過年而變得非常熱鬧 和好擠涌 這裡其實除了市民會買食之外 餐廳的主理人都會在這裡買食材 走走走我們去到一間叫做煉藥線點心的店鋪 那裡有不同種類的魚餅賣 我們叫做一個有芝心的魚餅來試試 這個魚餅熱辣辣超好吃 這間叫鳥青的店鋪 是專門賣不同薄味的雞肉 還有現場即製的雞肉 你可以馬上買來吃 我們就買了燒雞給你吃 大約是500至700日圓 這裡有很多新鮮的海產賣 不過我們住酒店就煮不到來吃 我們走完錦市場就要回去還和服 我們選的餐廳又再次收了路 我們就選了這間好像幾多人吃的居住屋 進去吃飯 不是太晚已經有很多人吃東西喝酒 二樓還有人驗嚇 刺身盛盒的魚很新鮮 這個炸白窗魚外翠來緣 加上塔塔醬真的一流 這個海鮮丹跟剛才的刺身一樣 也是這麼新鮮 還有清蒸咖哩也不錯 這個牛小排煮得剛剛好 不會過熟 而且又不會太韌 吃完飯走回酒店途中 我們發現這間新風館的商場 裡面有不少潮店 還有京都的特色紀念品賣 在酒店附近我們吃了這間 Gananas Green Tea甜品 為什麼我們要吃連鎖店 不吃老店呢 因為其他都已經關門了 我們叫了這個抹茶白肉 巴菲和乳治煎茶 這條影片就到這麼多下一集 讓大家看看我在內涼點被蠻襲擊 大家記得要like subscribe 和share這條影片給身邊的朋友看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